240 亞洲週刊 香港本土主義與港獨 2015年7月12日香港評論P041、042 陳莊勤香港激進本土主義者鼓吹與中央政府切割 偏離為本地權益發聲的爭議,走向了鼓吹港獨的歪圖 陳莊勤,香港民主黨創黨成員、執業律師 西方社會在同11個國家範圍內的本土主義Localism內涵 包含不同地方經濟上的本土優先、政治上地方力量有更大的決策權 和政府在擇任何影響當地重大的建設項目前 均先進行地方社區的公眾資訊、平衡國家政策或戰略上的需要與地方的利益 無論是美國或是英國的政黨均有不同方式與程度的本土政策 所謂本土政策,便是本土優先與照顧本土利益 相對於政黨或政府以整個國家宏觀全局作為政策考慮 二十一世紀開始,英國貝里亞・陳莊勤手上的工黨政府 在總結了第一任任期政府中央與地方政府活動經驗 推出了所謂新本土主義 新本土主義對於中央政府放權地方更為謹慎 強調下放給地方管理權而非政治權力 新本土主義與傳統的本土主義的區別 在於新本土主義更為接受中央政府在推動地方改變上的功能 如果從西方社會本土主義Localism 的角度去看香港的本土主義運動 可以看到的是《基本法》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高度自治權 是香港特區政府在處理香港事務上具備相當高、相當獨立 類似中央政府對國家的本治權 以香港這樣小的地方 本土主義在香港因而並不停留於香港某一地區 例如黃大先區本土利益相對於特區政府的決策之爭 而是很快地提升為更高的層次香港與中央政府的矛盾 而奪鬼的是香港並不如外國國家的一個城市 一樣中央政府決策可以主導某一城市的發展或完全改變 這城市的發展方向 在香港,除了涉及陸港兩地人員的意識及往來 中央政府並沒有參與香港本地事務的決策 中央政府在中國內地的決策執行也不影響香港 西方社會的本土主義論述因而並不完全適用於香港 本土主義在香港是一個被扭曲了的名詞 在香港鼓吹香港獨特的本土主義 不論是城邦派亦或是港獨派都主張香港與中主國的中國完全割裂 這顯然不是西方社會所理解的中央政府在地方是沒有不可或缺功能 責任與權力的本土主義論述 香港的本土主義變成了以各種手段擺脫中央在一國兩制中的憲政權利 與責任的對名詞 本土主義的城邦派與港獨派主張香港與中主國的中國完全割裂 建立香港人的身份 早在2012年已經有人提出我們是香港人 不是中國人表達對中國的不滿 質疑中央政府行使對香港的憲制權力與責任為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有一些人更以此為藉口 推動香港擺脫中國對香港的管治權 隨著去年佔中國校務起高舉我不是中國人橫額 欺凌內地訪港旅客 到球場上以虛性掩蓋國歌的年輕群體 到處都顯示了這些心中無國家 對中國全無了解的年輕本土派的輕狂與迷失 使人驚覺的是 香港的本土主義已偏離了傳統本土主義中本土經濟與社會利益優先和參與影響本地決策的範疇 雖然這些年輕人還不敢明目張膽地鼓吹港獨 但卻處處意圖把否定國家的思維與行動推動為是上潮流 然而 必須指出的事 不懂歷史 對國家毫無感情 被歪里蒙蔽的年輕人不論如何否定中國 他們必須面對兩個他們無法愉悅的盲點 第一 國家觀念無謀 本土派打正其號說我不是中國人 那肯自然地人們會問 那你是什麽人 他們會說我是香港人 如果有人再問 那你是香港的什麽人 是 他們便無從回答 香港不是一個國家 他們不可以說我是香港往大先人 如同四川人說我是四川人 湖南人可以說我是湖南人一樣 無疑 香港是中西集會的國際大都是 不同國籍的人長居者遵足為興此 巴基斯坦人會說我是香港的巴基斯坦人 印度人會說我是香港的印度人 香港永久居民中的英國人也好 美國人也好 菲律賓人也好 都是香港人 都是有不同國籍的香港人 只有在殖民地時代 不願意成為只有次等公民權利的英國屬土 公民財會是無國籍人士 殖民地時代的華人既非英籍 也無法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公民 法律上是無國籍人士 保有的確是英殖民地自下中國人的身份 所以 如果鼓吹本土主義的人不承認是中國人 那麼他們必須回答的問題是 他們是什麽人 或者他們準備成為什麽人 這是他們必須解除國民身份上的盲點 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他們連殖民地時代無國籍人士的中國人身份都沒有 鼓吹與中國角力的本土派人士不解決國籍身份問題 人令他們走向第二個盲點 港獨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英聯合聲明確立了者不可改變的事實 基本法落實了者事實 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便是中國公民 否定這身份的自然結論和必然結論便是要鼓吹香港獨立 視香港成為獨立國家 為自己找尋我不是中國人後的一個國籍和國民身份 在鬧市內惡形惡相 凶凶聲勢欺凌仿港內地人 恐嚇商戶 破壞社會安寧的本土激進團體 不斷高呼對準政權鼓吹港獨的激進大學生們 他們未推動港獨準備好了嗎? 如果激進的本土派流氓 鼓吹港獨的激進學生並沒有推動香港獨立的決心 哪怕只是如蘇格蘭般公開推動獨立自決公投 如果連這個勇氣都沒有 便別再說我不是中國人 別再說對準政權 他們應該回歸自己的國籍身份 解除綱領域行動上的盲點 反建制在任何時代都是年輕人的流行思潮 然而 任何時代總有一些激進的反建制年輕人 走進極端的理想主義以激烈手段爭取的死胡同 充滿理想對現狀不滿的學生及知識分子群 便是孕育那些激進組織的溫藏 為理想不適以武力手段達到 1970年代初出現鼓吹推翻日本政府及天王皇室的日本赤軍 和同時其在意大利出現以迫使意大利 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開始的意大利赤雷 便是這類恐怖組織 而這寫恐怖組織最後的發展往往便是 如日本赤軍般的自己內部互相殘殺 或如意大利赤雷般最終淪為搶劫、港嫁、立殺的犯罪組織 香港的本土激進勢力對很多已經完全超越了常理 超越了一般人底線的破壞社會安寧行為 軍便解為因為政府的不人、政府不聽他們的聲音 就如日本赤軍、意大利赤雷一樣 理想對盲目的理想主義者來說是開始不顧一切的行動的理由 但一旦開始便沒有回頭之路 正改表決前夕 香港警方偵破了一個名為全國獨立黨的鼓吹港獨激進恐怖組織 倒破了這組織的炸彈工廠 香港人黑言發覺 鼓吹推動港獨已不單單是如鼓吹的激進學生或 故識他們的泛民政客所說的學術討論或言論自由的表達 而是有缸領有實際行動對香港社會發出實質威脅的客觀存在事實 對於香港警方偵破全國獨立黨的炸彈工廠 除了兩位香港本土的泛民議員稱不知內情 議員范國威則而指正改前夕爆出事件似非巧合 議員毛孟正荒謬地懷疑有人插裝架旺外 其他的本土組織及有本土傾向的組織均紛紛與激進恐怖組織或清界線 他們對於此案的反應 說明大多數信奉香港的本土主義的人 是明白在香港作為在中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 憲制安排下的底線的區分本土主義與港獨香港的激進本土主義者 其鼓吹與中央政府割設 以防止中央政府干預香港事務 為理由意圖否定憲制上中央政府對香港所擁有的權利與責任的論述 偏離了本土主義的爭議 走向了鼓吹港獨歪圖 香港市民必須認清那些人士真心為香港權益發聲的本土主義者 那一些事掛著本土主義招牌實則卻是推動香港獨立的港獨分子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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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